好,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些国家跟国旗 Nations and Frague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这个名字叫做 Moldova 摩尔多瓦 Moldova Moldova在哪里呢? Moldova在这个位置 Moldova在这个位置 Moldova来念一次 Moldova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它的国旗是这个样子 国旗是这个样子 摩尔多瓦 Moldov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国家叫做 Monaco Monaco 摩尔多瓦 Mon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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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在哪里呢? 摩尔多瓦你可以看它在意大利下面这一边 它在地中海边 地中海边 摩尔多瓦,国王 Monaco Monaco 它国旗就是红白两色 Monaco Monaco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它的国旗 看一看它的位置 好,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国家叫做 Monaco Monaco 체 蒙塞拉特岛 对不起 蒙塞拉特岛 蒙 蒙特拉 蒙塞拉特岛 在哪个位置呢 蒙塞拉特岛 在中美洲 波多黎哥的东南一点点 也就是在这边是南美洲 在南美洲的上方这边 所以在中美洲的群岛当中 这边非常多的国家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做 Morocco Morocco 摩洛哥 Morocco 摩洛哥 摩洛哥 Morocco Morocco在哪边 在西班牙跟 直播罗托海峡这边 直播罗托海峡 摩洛哥 他也 他非常有钱 摩洛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国家 他应该以前在 在欧洲 受欧洲的文化影响蛮大的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国旗 可以顺便来念一下 Morzamb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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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k就是 墨 达家家的西车 在南非的东北方 Morzamb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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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aj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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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ama是缅甸 Majama Majama是缅甸 Majama 缅甸Majama Majama在哪边呢 在这个地方 在中国的 跟中国交界的地方 中国在这里 中国这一片都是中国的 然后缅甸在泰国的西北边 在孟加拉的东边 缅甸 信奉回教的国家 缅甸Majama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 Nami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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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边呢 我们来找找看 可以吗 Namibia 它在 这里 还蛮大的一个国家 靠近南非 所以它也在 它在南部的非洲 非洲的南部 叫做 Nami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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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国旗是这样子 它的国旗是这样子的长相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叫做Nalu Nalu 是叫做 Norlu Norlu Nalu Nalu Nalu就是Norlu Nalu在哪里 在这个岛国这边 在澳大利亚的西北边 这个岛国在这边很小很小的一个岛 很小很小的一个岛 所以它的国家非常小 叫做Norlu Norlu 诺鲁群岛 诺鲁 好 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也是属于佛教的国家 叫做Nippor Nippor 中音在后面 Nippor 尼伯尔 Nippor 尼伯尔 Nippor Nippor 尼伯尔 尼伯尔在哪边 在中国的交界处 在中国的交界处 所以它在中国的这个交界处 尼伯尔 尼伯尔 要爬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从尼伯尔攻顶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 Nippor 尼伯尔 尼伯尔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上的十个国家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国家的地理 还有它的国旗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学得很愉快 OK That's today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